大家好 我是龟木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这两天我在上网的时候刷到了一条资讯 国内有家叫做停机坪的航空自媒体最近披露了一则消息 说是国内的青岛和北京等大城市如今冒出了一伙 靠走私粮食在中韩两国之间赚差价的粮食水客 这帮人通常会事先准备好三到五件装满了真空压缩粮食的行李 每件行李重达30至50公斤 然后利用国际航班的免费托运行李额度 先托运上个两到三件 然后再在登机时随身盯上一到两件登机 实打实的粮食本来就比一般的行李 比如衣服更重 更别说是真空压缩的了 而且还是一次登机就带上三五件 由此给航班所造成的飞行隐患可想而知 然而由于这帮粮食水客 大都是常年乘机往返于中韩两国的VIP旅客 很多人都有金卡甚至是白金卡 对于航司的很多工作人员来说 算是得罪不起的那一波 所以在多数情况下 即便航司那边发现了这帮粮食水客身上的猫腻 也不好轻易说这帮人的不是 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职场原则 大多数工作人员还是会对他们的行为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除非这帮粮食水客实在是闹得太过分 比如随机托运的行李 都已经中到把客舱行李架给压裂的地步 这帮粮食水客身上的航空金卡 都是怎么来的呢 这事说出来其实也挺无奈的 以青岛为例 当地往返韩国的机票就价格相当便宜 低的时候一张机票还不到400块 说是国际航班 但票价实际上比很多国内航班都便宜 再加上这帮人坐飞机坐得又勤快 所以日子稍微一长 这伙粮食水客很容易就能转出一张金卡或白金卡来 而有了VIP身份的加持 他们在理论上能托运的行李甚至还要更多 考虑到粮食水客在当岛爷正差价时 一般都是抱团行动的 所以这一帮人个个都有金卡 而且他们个个又都卡着航司 对于VIP客户的行李限制放宽的bug去乘机 如此一来可想而知 这趟航班飞下来得有多要命 至于这伙粮食水客的主体 是以中国人为主还是韩国人为主 这一点信源里倒是没有提及 我后来根据关键词去网上找了一下 也没发现什么关于这方面的有用信息 不过我个人认为 这群粮食水客的人员构成中 应该是中韩两国的公民都有才对 虽然这种蚂蚁搬家一般的导货方式 不太可能会对我国的粮食安全 产生肉眼可见的短期影响 但是考虑到这毕竟也算是跨国走私 所以不管怎么说 韩国那头都需要有人来接应才对 不然这动辄上百 甚至是数百公斤的来路不明的粮食 想要在那边散出去恐怕也不那么容易 更别说是今年累月的来回倒腾 尽管我不清楚这帮粮食水客 这么一趟跑下来 能在韩国那边挣到多少的差价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他们绝对亏不了 以现如今大家都已经司空见惯的大米为例 在出这期内容的过程中 我在韩国著名的连锁超市乐天马特上 查询了一下目前在售的韩国大米的价格 其中便宜的每20公斤售价约5万韩元出头 而贵的则可以达到每20公斤11万韩元甚至更高 折合人民币290元至631元 平均下来大约是每公斤14.5元至31.5元 取价格中位数的话差不多就是每公斤23元的水平 这个数字要比我在自媒体信员上看到的 韩国国内大米零售价格高达每公斤 大约24.3元至44.4元的说法低不少 但总的来说 还是要比我们国内大米的平均售价贵上不少的 即便是我个人平时比较喜欢吃的东北五常米和马霸油斩米 品质比较好的五常米和油斩米在国内电商平台上的平均价格 也就是每公斤10元上下 在国内14块半一公斤的米我觉得就已经很了不得了 一般家庭吃的米可能也就是七八块一公斤的水平 如果是在农贸市场之内的地方大批采买的话 价格可能还要更低 每公斤低至6元甚至是5元也不罕见 我不知道那帮粮食水客拿来导货正差价的大米 都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得的 如果他们在中国这边采购大米的价格是每公斤5元 而倒霉到韩国那边去则是每公斤23元 按每个粮食水客每趟至少托运三件行李 每件行李里头至少加塞了30公斤压缩粮食来算 他们从中国飞去韩国一趟至少也能挣到1600多块钱 我这么算还是保守的 如果要是按每人每趟托运5件行李 每件行李里头压满了50公斤的压缩粮食来算的话 那每个粮食水客飞过去一趟至少能挣4500 况且你都飞去韩国了对吧 回来的时候肯定也不能空着手啊 韩国那边的化妆品什么的在国内还是有一定市场的 坐飞机回来的时候顺手再烧上那么几件 基本上来回的飞机票钱就能抵消了 这么一算下来从中国导运粮食到韩国的差价收入就是净赚的 要是一趟下来就能净赚个4000多 一个月只要飞个四五趟就能有小2万块到手了 虽然比不上那些专门导卖美妆奢侈品的水客 但是一个月2万块的收入也不是一笔小数字了 足够国内有那么一帮人专门为此铤而走险了 韩国的大米之所以卖的贵主要是因为产量少 根据韩国农牧业新闻网在今年11月初的报道 今年韩国的大米产量预计将达到368.4万吨 同比去年减少了2.1% 今年剩余的大米存量约为7.7万吨 比过去十年来的13.3万吨减少了大约42% 一年368万吨的数量看着好像还挺多的对吧 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中国在2022至23年度的大米产量 可是达到了1.49亿吨的 同期我国的大米期末库存也达到了1.056亿吨 在这两组数字面前无论是368万吨也好 还是7.7万吨也罢 那真的不过就是撒撒嘴罢了 大米的产量少了 大米价格自然就上去了 根据韩国媒体披露出来的数据 从今年10月到12月 韩国大米的市场指导售价约为每公斤21万韩元 也就是每公斤14.4元余民币 而在韩国每公斤大米的市场指导售价 通常都在10元以上 注意我这里提到的数字 仅仅只是韩国政府给出来的指导价格 真等商家们拿到市场上销售的话 最终的售价肯定还要比这高得多 每公斤14.4元人民币的米价 在我们中国人看来 兴许就已经足够夸张了 但这还不是韩国大米最吓人的一面 2022年12月中旬 韩媒朝鲜日报曾经刊登过一则报道 报道指出韩国是目前世界上大米价格最高的国家之一 每公斤大米售价高达3.24美元 约合人民币23元 排在韩国前面的仅有美国 伊朗以及日本三个国家 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如果单纯按照每公斤10多元人民币的米价来算的话 韩国的米农不仅挣不到钱 而且还是血亏的 今年7月韩国媒体食品研究所曾经在一项报告中明确指出 在韩国每公斤大米的实际生产成本 约为4000到5000韩元 也就是人民币21元到27元 韩国市场上的米价之所以常年低于这个数字 就是因为韩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一直在进行宏观调控 尤其是韩国政府 如果不是因为政府在种粮和卖粮的过程中 为韩国米农提供了高额的粮食补贴 就现如今韩国的行情 别说是368万吨了 韩国一年下来收获的大米 可能都不到这个数字的一个零头 每公斤韩国大米仅售人民币10到14元 肯定是不挣钱的 那到底米价要达到多少才能激发韩国米农的重粮积极性呢 食品研究所算了一笔账 如果以每公斤27元人民币的顶价来算 而每个韩国人一年又能吃上50公斤大米的话 这事儿没准还有得考虑 但实际情况大家也知道 随着少子化进程的不断加速 韩国的主粮消费其实是在逐渐走低的 而且韩国的年轻一代对于大米这类传统主食 也不像老一代人似的那么感冒了 主要就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韩国人还在吃 而这类韩国人的人口规模是在不断减少的 吃米的人越少 种米的人就越少 种米的人越少 米的产量就越少 米的产量越少 米的价格就越高 米的价格越高 吃的人就越少 这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无解的死循环 而且就目前韩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韩国政府直到今天也没有想到太好的应对之策 本身价格就贵 吃的人还越来越少 眼看韩国大米在韩国市场上就要沦为稀有物种了 韩国政府不得不紧急出手进行了干预 从2014年9月起 为了保护韩国大米 韩国政府对进口大米加征了513%的关税 不仅如此 韩国政府还制定了国产大米产业发展计划 出台了包括鼓励大米种植 提高米农补贴 保障米农收入 提高韩国大米竞争力 以及禁止将韩国国产大米与进口大米混合后销售等一揽子措施 可即便都做到这个份上了 到头来也还是遏制不住韩国大米产掉逐年走低的势头 或许也正因此 对于一些入境人士将土豆大米等主粮带入韩国的行为 韩国海关现在很多也懒得管了 尽管这么做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韩国政府的相关规定 但只要带进来的数量不是太多 韩国人对此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然韩国人的容忍是有限度的 大米和土豆还好说 可你要是把走私入境的食品总量从主粮变成副食品 再把走私数量翻上个几番 那韩国海关肯定就不给你关着了 今年11月下旬 韩国关税厅仁川本部海关曾发布消息称 他们抓获了一伙涉嫌向韩国走私名牌商品的中国人 这些人从去年10月起就试图将装满了大约5万件 仿冒名牌商品的大型集装箱秘密运入仁川港 价值7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8亿元 不过最后还是因为世界败露 而被韩国海关给一锅端了 在仁川海关查获的5万件仿冒名牌商品中 最引人瞩目的当属一万多根双绘火腿肠 对 就是最经典的那种红色包装款的 因为中国的麻辣烫现在在韩国的年轻人中间非常流行 而火腿肠又是麻辣烫中颇受欢迎的一种食材 所以中国的火腿肠在韩国也有着很好的前景 有前传自然就有人会冒险 根据仁川本部海关披露出来的数据 截至今年11月下旬光是在仁川港这个地方 韩国海关就已经查获了12.2万根中国火腿肠 这个数量同比去年的2.7万根足足暴涨了5倍 而且这些还都只是被查获了的 至于那些游离在韩国麻辣烫市场的走私火腿肠 偏小的还有多少 本着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 我这期内容在出之前 本来是想在韩国的新闻网站或社交媒体上找找看 是不是有关于中韩粮食水客的新闻报道 结果找到最后还是一无所获 这倒不是说我们这边有关粮食水客的消息是假新闻 也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的波及面太小了 韩国人自己也没拿那上百或几百斤的入境粮食当回事 所以这事韩国媒体才没怎么关注而已 再说了每年有那么多的中国食品 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的走私到韩国市场上 光是一个火腿肠就够韩国海关查的了 跟价值好几个亿的麻辣烫食材或底料相比 区区几百斤的大米真的不算什么 另外就算不算走私到韩国的那些 在华韩国人每年吃到的中国食品也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根据韩国外交部在2021年12月24日公布的 2021年度韩国海外侨民状况报告 截至2020年12月底 韩国共有超过732万公民居住在海外 其中住在中国的超过235万人 在华韩人数量在所有国家中排名第二 仅次于美国的大约263万人 这么多韩国人生活在中国 口味上受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 也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从上了年纪的人普遍爱吃的大米 到年轻人欲罢不能的麻辣烫 不管是合法的还是走私的 比起韩国媒体报道里头 提到的那群仿佛永远也不识中国的人间烟火的韩国人 现实里的韩国人对中国食物的依赖程度 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 或许随着老龄化和少子化进程的加速 身土不二 这个曾经韩国人人都爱挂在嘴边的头头铲 也终将迎来坐骨的一天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